今天的講師 洪美玲 諮商心理師 以及現場的嘉賓 還有我們全臺視訊連線點的菩薩們 大家午安 歐彌陀佛 歐彌陀佛 我是服務處的俗華 今天由我來為大家串場服務 今天是一起哈佛夏日營的家長課程 第四場 也是我們的最後一場 今天先提醒 課程小提醒 今天的活動 課後會有課程剪輯 上傳影片到YouTube 等一下QA發問時 若不方便露臉或不想公開 請菩薩們現在可以舉個手 這樣子聖影機菩薩們就會避開一下 好的 謝謝 那今天介紹一下課程的流程 這是我們今天課程是是非要溫柔 理解親子互動的內心系 那時間 授課的時間是75分鐘 那QA時間是10分鐘 那是在3點50到4點鐘 我們今天的講座時間 課程員們預計在4點05分結束 那前面的三場講座 如果菩薩們還沒有來得及參與的話 我們在護法總會的FB的網站平台 會有已經有公開請菩薩們去點閱 然後也敬請分享 因為都是非常精彩的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講人是 洪美玲諮商心理師 是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以及輔導學系的博士 淡江東吳台北醫學大學 台北教育大學 特約的諮商心理師 無心文教基金會 天使心基金會 特約諮商心理師 有一本著作是 還是喜歡當媽媽 心理媽媽的內心系 那也是經營心理師 媽媽的內心系的FB粉絲專頁 謝謝 今天的課程有提到那個提問 是有一個用線上的互動 那因為講師在這個教學期間 會有個QA 我們用那個Slido 那菩薩們請把手機拿出來 掃一下這個QR Code 線上的菩薩也有看到也一起 好 菩薩們掃好之後 我們的畫面也會移開 來 好 請下一頁 好 今天的課程講座是第四場 邀請到侯美玲諮商心理師 為大眾帶來是非要溫柔 理解親子互動的內心系 講題分享 現上及現場的菩薩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洪美玲諮商心理師 謝謝 各位菩薩午安 法師午安 好 那謝謝你們 據說 那個前幾場 就大家已經到最後了 第四場了 好 大家辛苦 那我先給大家看這個圖 這個照片呢是 一幕不用說 題目是非要溫柔 我是借用聖言法師的 那個話 然後書名 那這張照片是我的一個個案 就是我們畢竟做心理師的嘛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主要的服務的對象 那我的對象就是青少年 青少年還有他的父母 那青少年長大了就是 有時候他們還是會寫email給我 有一個孩子就是傳這張照片給我 他就說 大概看這張照片 大概就可以理解 那個 意思是說 就讓我盡量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就是孩子在跟父母的 相處的過程的狀態 就是蠻多時候是背對著 但是其實都不知道怎麼 心裡都是很想要靠近對方 只是不知道怎麼辦 這一張 這個也是一個雕塑 在那個 在那個亞歷山 就是在那個內華達州的一個沙漠 那作者是亞歷山大 好 那 剛剛那個 很介紹的很隆重 其實沒有那麼 沒那麼嚴重 你們聽得懂台語嗎 我普通 我名字也很普通 蔡齊亞名 第一名是 宜君 第二名是淑芬 第三名就是梅林 好 好 好 那個 好 然後我主要的工作 讓大家認識一下就是 還有線上的朋友 那大家 大家好 都沒有跟大家打招呼 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是 剛剛說針對的青少年 但我的對象又再特別一點 好 我在五星基金會 現在主要在那裡 做的是拒學 拒絕上學 或上學困難 或減居 你們有聽過 就是都 關在家裡面 甚至關在房間裡面 那個 日夜顛倒 那個 連父母都很難跟孩子說得上話 那那個是 我的主要的工作對象 那這個也 也 也 也稍微讓大家 稍微宣導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世代的議題 就是會越來越多的 尤其在我們這個 我覺得那是一個 一個 因緣俱足的 或者叫夜裡引爆 就是 就是 在這樣的環境家庭 然後教育制度下 就是 再加上個人的 那個 世代的 那個 落差 我覺得 這是會越來越多 我們大概就是玩日本 玩個 不誇張 我們就是玩他們20年 玩20年 我們現在的這個 這個進展 其實就是日本的20年前 20年前就是他們 整個拒絕減居在 在 開始量很大的時候 所以你們現在會聽到什麼 8050 就是 80歲 50歲 那個是減居的 到後期的狀態 好 好啦 我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做這個 五星基金會在做這個 那我的另外一個身份 我也是跟大家一樣 我也是為人父母 我有四個小孩 兩對雙胞胎 我的另外一個專長 就是生雙胞胎 好 我們是以對來算的 我的小孩到幼稚園才知道 原來 人家是一個 一個來 好 好 那雙胞胎的好處 我稍微會提一下 等一下會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為什麼寫了這本書叫 還是喜歡當媽媽 嚴格來說 原來的書名叫 吼到無力 還是喜歡當媽媽 但出版社說 做人要正向 你這樣 吼到無力 大概市場狀況不好 所以硬是把它拿掉 好吧 也真實 這書裡面沒有太多那個 規規條條 好 一二三四 比較是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雖然是個心理師 你知道嗎 偶包有時候是比較重一點 我們都會想應該要怎麼做 但是我們怎麼樣 也會回來今天這個主題 所謂是非要溫柔 或者說要回來對待我們的內心系 那個是一個要向內看的過程 我覺得為人父母 這裡也不只父母還有小孩 你們在這個相處的過程 一定充滿了 各式各樣的 好聽是挑戰 好聽是挑戰 難聽自己想 好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相信大家有大家的歷程 那我就是比較 我剛剛說我沒有那麼嚴重 我沒有要用什麼專業的知識 來跟大家講什麼 比較是 其實我們也是一個整理 到可以寫書 那絕對這四個小孩功不可沒 尤其我的第一對雙胞胎是 雙胞胎就是喜歡走極端路線 我們第一個是比較 比較注意力不集中 好 就是他也是必須吃藥 不然的話 學校老師會一直跟我聯絡的那種 但是 也還好啦 現在都國中了 就是相對算 從小捏捏捏也比較穩定 那另外一個剛好就會跟他相反 就靠近那個雅思這一塊了 這一群 這真的是相反 所以你們想像一個畫面 就是在大賣場 一個跑到不見人 另外一個在地上滾 就是為了他要的東西要不到 然後你到時候是 到底是要去追那一個 還是要管這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出書 光是這樣你就知道 人生的修煉就在這裡 好 那 我就是把它寫下來 所以那個FB 心理師媽媽內心戲 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回頭來看 我到底 必須說 我們 我們 我剛剛說那個偶包 就是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想要 就像 那個很多老師 或我們都知道 溫柔又堅定 這是好的 但是 我有時候講話會比較粗俗一點 我有時候怕我 因為這場地比較神聖 我會怕我沒有 一個 拿捏好分寸 大家就包容我一下 好不好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什麼鬼啊 就是 就是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但是你知道 那種 我就 好 我就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剛好也講這一張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你們 你們想像過說 我今天 像我這樣 在演講嘛 其實我 很很常在演講 那時候晚上 親子講座 有時候常晚上 然後九點多 然後回到家 你知道我每次開鐵門 我是要 深呼吸 因為我不知道我進去會 看到什麼 我不太愛晚上出去演講 但是有時候難免嘛 那那個時候當然就是 隊友在 好事嘛 好 處理 可是隊友處理跟我自己處理 一定是兩種標準 嘿 那那那我又 恰好 你知道我說我念博士 唯一彰顯的就是 我這個人比較控制 就是只有這個而已 好 那 你說我在開門 深呼吸 然後 有一天就是這樣 回到家 進了門 你知道門打不開 為什麼打不開 不是繁瑣 是你只能開一個縫 他整個客廳 齁 通通堆滿了 就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 都牽牽來 你知道 好家在我們家的公媽 沒在 我們這棧 就是那個 那個所有的 書啊 玩具啊 通通 他剛好把門卡住 我連開門都開不了 你知道 有時候他們的書 那個繪本有點重 就卡死這樣 然後好不容易 所以 進了門 你想一想喔 9點回到家 快10點 怎麼會 10點 那個小孩才 小孩 幼稚園跟小學 你會覺得 不去睡覺呢 都10點了這樣 還不去睡覺 你 但是 就是那個 溫柔又堅定 我有 我有 我告訴大家怎麼辦 我們一進門 我們一進門 一看到這個 我都說了 我都深呼吸了 我們要溫柔又堅定 我們一進來 很溫柔 都10點啦 休一休吧 該休一休睡覺了 四個小孩 有沒有人理你 沒人理你 那這時候 你就會知道 我知道 那老師有說 老師有教 這個時候 你如果跟他很溫柔 因為他注意力不在你身 他們還在玩啊 所以 該怎麼辦 我就 抓那個 最注意力不集中的老大 你知道嗎 拉著他 拉著他的肩膀 捧著他的臉 對望 收一收 他做什麼 他就這樣 他本來在玩車 咻 然後 沿著牆壁 滑滑滑滑 滑到他的 你以為要滑到他 沒有 咻 又滑走了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老大 那你就火啦 你就覺得 我都已經這樣了 你還這樣 這時候你就會 我說個人修為 就是不太好 還沒有 還沒有 太修行夠 你就大聲了 你 你真的 人還是可以有 練到 你自己會感覺到 你 抓起來 你應該 都有 那種 能力 什麼叫抓起來 對 我就抓起來了 收一收啦 就大聲了 齁 你想 這麼大聲應該有 注意到了嗎 齁 一樣 沒有人理你 你 大 你 我就想 一個一個 既然老大不好處理 我們找老二 老二那個 靠雅思 但是他還行 他就是那個專注又固濁又敏感 但是他只要符合到他的規則 他就可以很專注的 他就坐在那個小桌子那邊 在畫他的圖 完全 是 外界無物 這樣 誰都干擾不了他喔 那你就過去跟他說 收一收 趕快收一收 要睡覺了 到底怎麼會亂七八糟 這樣 你就問了這句話 他就說 不是我用的 我不要收 明白又清楚 一個字都不漏 好啦 那我們家還有 我們家三個男生 一個女生 當你到了這個時候 你已經知道 市值要挑最軟的吃 我就想要找那個女生 你知道唯一的寄望 我的貼心小棉袋啊 轉過去 妹仔呢 早就不見了 那個排行帶來的優勢 就是他很會看臉色 看到人在麻 走到米仔不知道走到去 你知道 當 說到這個時候的 我已經沒辦法了 就是 你知道那個 挫折 我們說剛剛那叫挑戰嘛 走到這裡已經叫挫折 你大聲也大聲 好好說也好好說 沒有人 插你 就是沒有人插你 你就 我不知道各位會怎樣 但是我們不是 slide不問這個問題 你們可以心裡面想你會怎樣 但是你們應該很能同理我 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什麼 就是 你那個 就是已經要抱抱的狀態下 你 嗯 我的 我的能力不好 那時候我就火了 火了 火了會怎樣 地上 隨便拿起一把 你們知道我要幹嘛嗎 看到 聽到大家的笑聲 知道我要幹嘛 隨便地上就捧起一把 我管你是車車還是什麼玩具 馬上就拿起一把 走走走走走 走到廚房 對 好 丟掉 我就喊啊 你們不要是不是 都不說 不要 丟掉 通通丟掉 通通都不要 全部都不要 這個時候這個時間 這個時候這個時間 我們家的老三 那時候幼稚園大班 他地上也捧起一把 走走走 走到垃圾桶 丟掉 媽媽說都不要 通通都不要 全部都不要 就這樣丟掉 學起來了 對啊 可是你是要他這樣嗎 當你把他 對 你並不是要他這樣 你知道我站在那個垃圾桶旁邊 看著他 他還拿了兩趟 你知道 我 你 這個 這是 這是個什麼 什麼情況 我不是要這樣的啊 我的目的不是這個 可是當出現這個 狀態的時候 我卡住 你知道 硬身 什麼叫卡住 你的那個 爆炸也不知道 你就是整個人 硬是卡住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好 啊你學什麼都 不重要了 就是 就是你 你腦袋就一片空白 蹲在那裡 然後 你想哭耶 我真的想哭 我只想哭 因為我 不會膠 然後 你嘴巴就是 心裡面就是在想 我不會膠 我不會膠 的那個狀態 然後 你們這時候會想 隊友咧 隊友咧 他到哪裡去了 隊友 隊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辦 我也沒有用 施來抖要問現場 我要問的是說 這個隊友 很 很 很妙了 他在陽台 我在廚房嘛 就陽台有一個廚房 有一個門 這時候隊友走進來 開門進來 他去亮衣服 然後走進來 就看到我站在垃圾桶旁邊 要靠要靠 這樣 他還 看了我一眼 怎麼樣 你知道 我現在講的叫 我就是個平凡人 就是 就是個平凡人的 平凡反應 你會 你會一把火 不知道 你又不能打小孩 又不能怎樣 什麼都不能 就是你卡在那裡的時候 一把火就會想要 衝著 那個 隊友去 對 你怎麼會讓他們 搞成這樣 你到底是在衝什麼 你看 你這是要怎樣 就是你會有這種 反應 那 基本上會 娶心理師當老婆的 一定有他過人之處 這個隊友 不是去亮衣服嗎 他那個衣架 手上正拿著 Teggy 看你要打什麼 看你要打哪一個 你 你知道 你現在講起來 覺得他實在是很搞笑 可是你在那個當會兒 你會覺得 真的是內心圈圈叉叉的 圈圈叉叉 然後 然後我只好走掉 你知道 我真的是枯萎 這什麼叫淚奔 我就 我就走走 就是就回我房間 回我房間 然後你就是 那個 也沒開燈喔 就是你就是在房間裡面 你腦海裡唯一飄過一句話 就是我不會教 我不會教 我不知道怎麼教 我不會教 然後 沒有沒有什麼別的了 就只有這個 然後 那個 在那邊掉眼淚 那個 我們家的大師 那個梅仔 就是在棉被裡 他就爬出來 媽媽 你怎麼哭了 這個厲害了 走出去 你們都害媽媽哭 他就叫那些哥哥 就罵那些哥哥 我要說的是 你知道嗎 這個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 場景 裡面沒有壞人 也沒有 真的說嚴格來說 也沒有什麼壞事 那都是天然的 小孩就是玩啊 玩了就是還沒玩夠 他不想收還不會收 然後他還是在一個過程裡面 他需要一些時間 就是成長的過程 你還沒慢慢守紀律 這都是後來的事情 可是我要說的事情 在這個裡面 那個燈下黑 什麼叫燈下黑 就是當我今天滿心想要 教 就是我前面說 當我們知道很多很多很多 我相信 剛剛那前面幾場 或者是你們在座聽過各式各樣的教養 也沒有比我少啦 就是我們因為會來上課的 都一定是 身經百戰 很愛學習的 你們聽過的教養的方式 也一定非常多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真的不是在那個教養方式 教養方式就這三個而已 我可以跟大家簡單一張 十秒鐘就解決 那我要說的是 那個燈下黑才是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我那個時候開始想的 是這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 但是為什麼做不到 我都知道我快要報了 我最後還是報了 有沒有知道我要報了 有啦 老師說離開 好 離開 離開回來 還是報 那叫累積的報 好 就是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做不到 我想要 跟大家回來 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才是 根源啦 我常常會跟 我的個案家長講 就是 一直向外看會瘋啦 要向內看 你才會懂 向你的內在 向你的心裡看 就我說的 在那個我坐在床上 心裡面一直飄過 我不會教的那一刻 那個才是最關鍵 我們很少去讀到這些訊息 生活有太多 各式各樣的 忙碌厚重的事 讓我們 那個目不暇擠 我們很少有時候 去聽到我們心裡面的 那個聲音 傳達什麼 在說什麼 是這些聲音在影響我們 去怎麼教 是這些聲音在影響我們怎麼教 好我今天講完了 主題就這些 好 這個 就是讓大家參考 所有的教養 就不拖這三件事 你怎麼跟孩子保持一個連結 你怎麼帶孩子 有一個價值方向 你怎麼 教孩子有一個界線 連結很簡單 就是你打從心裡知道 孩子愛你 我也愛他 孩子也知道 你愛他 他雖然嘴巴不承認 但是他是愛著你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你如果把他付諸成行為 就是 你可不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事 你們可以一起好好吃一頓飯嗎 可以嗎 對 這就是連結 你可不可以跟他一起 一起 反正就是 你們可以一起分享一些 各自的生活 各自的事情 可以 這就是連結 放在行為 就是這麼簡單 說到這個 我曾經做過那個網路沈迷 跟 我20年前就做了 我說事論文是做網路沈迷 跟教養 跟 親子關係的研究 最後的20年前的結果 跟現在我重做也一樣 你的親子關係 大家都以為 你的教養會不會影響 你的孩子網路使用的情形 答案 你有個答案 不會 必須說 結果是不會 你的真正的 你怎麼叫 那個技巧如何 都並沒有影響 你的孩子的網路使用情形 但是你的親子關係有 所謂親子關係就是 現實的連結構好的話 孩子在網路的狀態 就相對少 時數上來說是相對少的 這個是 我們在說這個親子連結 還是 我今天不講這個 我今天講的是內心系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 怎麼樣連結好 就是回來 你看你的內心在演什麼 然後價值方向很簡單 就是我今天是要朝向哪裡 你有沒有把孩子一生出來的時候 但是我打從心裡面想 我希望這個孩子 有人希望他念哈佛嗎 有 他成功了 現在來念哈佛小學院 那個 那個 有 那個 那個 我們 我們很少說 一開始 一出生就希望他 怎麼樣 功成名就 我們那時候 希望什麼 對 健康平安 好 我 我的 願望 再大一點 我應該 有點像是你們家看 有沒有那種 你們家宗慈 就是 家族 有沒有一些那種 家規那種 傳承的那種 我自己是跟 跟我的先生 還有就是小孩 我們家家規就是 健康快樂 誠實 善良 負責任 從小就背背背背背背 你就是不要違反這 這就是一個價值方向 你希望他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個就是你的教養的價值方向 所以他今天只要不違反這些事 他考 45分 健康善良 健康 健康快樂善良誠實 負責任 好像也沒有 負責任 他有沒有定證 有就好 好 有沒有把自己的 這些事情放在他自己心上去 去處理他 這個是我們要帶的那個方向 有方向他就會像是一個北極心 還是什麼 就是朝著那個方向走 他會帶著你的教養的行為 就朝那個地方去 好 這個沒有問題吧 那有連結就有界線 你不能 就是我想要跟 孩子做朋友 所以我就什麼都跟他很好 就是他說什麼都是對的 好 那個什麼樣的界線 就是我們還是會有一個是非對錯 像創造力 我們心理學在說的 今天創造力假如沒有道德 創造力很容易變成邪惡 好 這個是普通話 就是我們心理學有那個本我超我的問題 好 那個 就是沒有一個 一個 一個 規則 一個道德的建立的過程 他其實 你在只是激發他的創造力說 不錯啊 他 他很有 每個小孩天生都會有天生的創造力 我們的老大 也讓我 非常有感 因為他 我後來有點把那個 我本來健康快樂善良誠實負責任 我硬生生的把快樂拿掉 因為他太快樂了 他的快樂就建築在 別人的痛苦上 這個 後面我跟他說 剛好就好 因為我每次看他的聯絡簿 你知道 什麼叫 用咪的 你看他偷偷 喔 很怕 很怕老師寫 好 所以 這個就是連結 就我們剛剛說的 如何 如何的 如何的 如果談教養 就你有任何教養的問題 就是 先從連結開始 我說最最嚴重的所謂的網路沉迷 大家最多 這個方面的問題 也是這個 先從連結開始 你只要有辦法跟孩子 就像我剛剛說那個減居 我們的聚學的孩子 有空講嗎 好 回來講內心系 那是另外一個大課題 我跟你講 準時是美德 提早是功德 我從來沒有 因為提早 講完 有 我 我很 很努力 希望可以 就好 所以 大家待會兒還有結業事 我就不要再一直岔題 有問題再問好了 先止疊再談回聲 就是我們希望孩子 跟你的關係 不管你原來 遇到任何的問題 停在怎麼樣 可以止疊 不要更糟就好 不要更糟就是 你跟你孩子的 要建立起來 可是我們的連結很難 難 難在哪裡 難在我剛剛說的 我要向內看 那個 那個常常不是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本能 不是我們的慣性 我們的習性是 我要把 表 我 這個才是我們的慣性 除非 大家跟我一樣 要去坐在那個床上 飄過那個 我真的不會焦 的狀態的時候 你有待過那個位子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有 齁 因為我們的習性就是 這幾個 鬥爭 權力 是你 你大 還是我大 你應該要聽我的啊 你這什麼態度 有時候講不過了 你這什麼態度 其實我也會 哈哈哈哈 那個 你這什麼態度 不然就逃避 焦慮 怎樣逃避焦慮 就是 算了啦 那個 會好寫命就好啊 那個 沒關係啦 學會不會 不重要 會寫名字就好 或是 那種 不要吵架啦 吵架會讓我很 就是 大家很怕衝突的 有沒有 然後 或者是我們就會 像我啦 我自己的習性 老實說 磨最久的是這個 控制 就剛剛的那個場景 就我說剛剛的那個場景 嚴格來說 我們後來領悟了以後 就是 嚴格來說 我其實 真的 可以不要管 就我今天進門 我們再來一次 我後來就都這樣了啦 就我今天進門 今天你在再亂 那個都是 直日生的事 就隊友他會處理 我幹嘛啊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了齁 就是 就是 我沒有那個智慧的時候 我就是 回到我的習性 我想要控制 這個局面 可是我就沒有信任 我的隊友啊 他今天根本 他也不會在意啊 一進來啊 看到亂七八糟 最多就是他收 反正 最多就是他去處理 這件事 但是 在我們還沒有這個 這個 能力之前 我們大部分就是這句話 我想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晚上想想千條路啦 早上起來都是走原路 真的都是走原路 那個是習性 你的慣性帶著你在做 每一個選擇 教養的選擇 生涯的選擇 或者是經濟上任何 奉養父母的選擇 這些常常都被你自己的 習性帶著 這個才是我們在說 會讓你 那個 困住的齁 其實 就是老實說 不是那一地的混亂 滿目蒼蠅這樣 不是那個 真正讓你困住的 其實是你心裡面的這些 應該要怎樣 那個 或者我的習性 或者權力就是我最大 我被挑戰的權威 或者是衝突那個場景 好可怕 是這個在讓你困住 但是我們常常會困在 左邊這個 這叫壓力圓 右邊那個叫壓力感 我們大部分都會 在處理這個 但是真正讓你受苦的是 你的右邊 壓力感 好 我講一個例子 這個是 我講的任何的案例 都是有經過同意的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 有時候量太大 我們就會降價求分享 就是讓我們可以提供給大家 做經驗參考 曾經有一個 聚學的 一組聚學的家庭 好 那 他來的時候 就孩子已經三天在房間裡面了 都沒有出來 都沒有出來 但是這個孩子 嚴格來說 因為我們都之前都有接觸 都談過嘛 都還是蠻好的 就是都還蠻能聊的啊 可是就是一個衝突 他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三天 我告訴你 連上廁所都沒有出來 就是他們就有寶特瓶 之類的 他發生什麼事 起導火線 導火線在 有一天 就是他們在玩那個 孩子在玩那個 露 英雄聯盟 遊戲 一種遊戲 線上遊戲 然後你知道有 女生 會有那個 麥克風啊 耳機這些 好 那 這個他本來就 玩玩玩 那個 什麼叫習性 就來了 媽媽就過來 敲敲門說 阿民 吃飯了 跟我一樣 有人要吃味嗎 沒聽到啊 沒有聽到在玩啊 沒人知道 那個 媽媽 就進來啦 拍拍他 阿民吃飯了啦 也一樣 沒有理他 到後來 一樣 這時候就會 又開始 我告訴你 再加上一些心仇舊恨 你知道嗎 因為他可能就 這個還 還客氣了 因為他心仇舊恨 就之前有 不去上學的 過程 就是 有 有 睡 就是晚上都不睡覺 然後早上跑不起來 沒去上學 好不容易比較穩定了 然後又開始這樣 我可以理解 會 又 煩惱起來 他會不會又來 好 就是那個 心裡面的內心 我現在講的都是內心 你聽有內心事 開始演囉 內心事 會不會又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媽媽 就緊張了 緊張的時候 他的表達的慣性 就是會又罵的 又生氣了 他就過去就 你到底是在幹什麼 你上次這樣 怎樣 老師這樣怎樣 結果你又怎樣 以下省略五百個字 你知道他在罵的時候 很大聲 這個 因為他們也有他們親子的慣性 但是問題就出在 他的麥克風 開著 那個是個team喔 你都知道 你都 有了解 這個收出去之後 他聽到耳機就會傳來 整整 虧他的 聲音了 沒面子 對他來說 面子 那個 嘿 沒有面子了 他就非常的 你知道 這個阿明不錯 我的意思說 他真的還是不錯 他就是 覺得很丟臉而已 他就是把那個耳機摔了 然後就 起來 他媽媽還在念嘛 他就把他推推推推 推到門外 把門鎖上 那 那 這個時間 媽媽會怎樣 他知道他不會開 開什麼玩笑 我們有鑰匙 他開 開了 他那個鑰匙 他就是 已經風火倒起來了 已經失去 因為他整個被推出去 那個是一個 感覺被自己的小孩拒絕的 又擔心 然後又被拒絕的狀態 有時候到底 對一個父母來說 是那個 擔心比較受苦 還是那個被小孩拒絕 這件事情比較受苦 拒絕 maybe 可能就是 那個被拒絕的感覺 讓他 真的整個炸了 然後炸了的時候 他就去拿了那個鑰匙 來開房間門 然後他這時候想到的是 孩子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那個電腦的問題 所以他做了很多 我們蠻多父母會做的事情 想做的事 還不一定會做 所以你看這個 我們是不是都 法師我們都要修行 法師我們都要修行 那個 完蛋了 今天講完沒比較好 看是要怎麼樣 沒有跟你講 對 那個就是這樣 一個 就是一個下意識 我現在要說的 念頭都是這麼快 我下意識的我就是把 這個想要把電源拔掉 可是你知道嗎 好像死命 我開什麼玩笑 我打到一個程度 你這樣突然要拔 這是很嚴重 我 各位 真的 千萬不要這樣 有事情 真的不是這樣處理 會更害 他的那個 因為他想要拔電源線 我們的阿民呢 想要阻止他媽媽拔電源線 所以他就是要去阻止的過程 說時遲那時快 手一揮 打到他媽的臉 還比較嚴重 這個真的死 因為這個都後來 重新再回來的 他打了他媽的臉 你知道他媽媽 我覺得他媽來見我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 在說這件事情 那個真的很 很難過很難過 但是這還不是最難過的喔 被打 被打 因為這個時候他媽媽就 你到底是被打的嗎 他媽嚇到 驚到 就真的走出去了 因為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就是走出去 走出去要幹嘛 要怎麼辦 不是啦 不是總電源啦 找隊友 這個時候就是要老人啊 那個剛就是晚上了嘛 吃晚飯 那個 老爸爸剛好下班回家 打電話的爸爸爸爸已經到家 然後就看到自己的老婆 臉上就是有手掌印嘛 然後在那邊哭 然後小孩子這樣 你知道這個隊友 他大概也知道 因為反正我們說 我們之前都有經驗 他談的過程 這個隊友很生氣 因為這表示 還比較嚴重啊 孩子變得更嚴重 還打媽媽 所以他也不 有點不分清紅皂白啦 一個衝突就是這樣誕生了 他就走進去 不由分說 揍他小孩 踹他小孩 這個阿民 沒有回憶 沒有 我說他基本上 他本質是好孩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就讓他爸打 他就是縮起來 但是他縮起來之後 他爸一離開 他就把 你知道那個房間 有那個地板 打那個地板這麼高嘛 一個 有一個那個 四角形 他就把櫃子啊 什麼的 通通都 擋在那個門 就不出來了 你們有看過 你知道這個時候 第一天 一個晚上 好啦 搖不死 沒關係 第二天 再不出來 開始擔心了 第三 第二天 下午他就 父母就非常 緊張難過 難過什麼 他很怕他在裡面 想不開 不是有那個新聞嗎 好告訴他他沒有對外窗 不過他也是很緊張的 因為怕他自殘 那些 那個心裡的苦喔 跟我那個小小的那個燈下黑 他這個才真的是苦 他真的在他的房間門口 媽媽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齁 他們就很害怕嘛 然後但是還好那個 我說阿民本質上是好孩子 他懂 他是個敏感的小孩 他就敲一下那個 那個他的親隔肩啊 就是敲一下房門 就是表示我還 還活著這樣 沒有怎樣這樣 然後就 那媽媽就開始 父母就開始找 找孩子的同學啊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找理由說 要拿東西給他 什麼的 想辦法讓他 開門 然後後來是因為他們有一個 就是 就是這是一個 我們在會談當中的 某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所以那個禮拜來的時候 就來 重新在 我通常都會跟父母 媽媽聊聊 然後跟小孩聊聊 就重現了這個情況 你看這裡面 有沒有 也一樣 都是好人 可是他的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節奏 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 一念之間 就這樣過 最後就是這個結局 你如果把這些行為 拆開來看 慢動作 在看的時候 如果你是導演 你自然會想 這個時候 如果不這樣就好 那個時候 如果不那樣就好 可是問題 就是回來 我們說的 我們為什麼 就是做不到 我們為什麼 就是做不到 我現在給大家 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然後 我們就會講 怎麼做到 怎麼處理 我們先知道為什麼 你就知道你的大腦是在幹嘛 你們好像也有上腦科學 但是這個跟他那個 你們就一起看一下 這裡有一小段影片 這個影片 我會放 然後 你們就是去數 數那個 穿白色球衣的 它裡面有黑色球衣 跟白色球衣 你們就去數 穿白色球衣的 有 他們把球 丟出去幾次 他們在玩傳接球 好 穿白色球衣的 把球 傳出去幾次 傳出去幾次 好 看一下 這是一個 注意力的測試 請你們數 這個 穿白色球衣的 把球傳出去幾次 好 來 slide好像是 slide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slide有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題還是第二題 第二題 我跳過了第一題了 對不起 好 跳過了跳過了 那就跳過 你們slide看一下第二題 計算穿白衣隊的傳了幾次球 來來來來來 好 這應該很快啊 好 有答案了嗎 有答案了 答案我這邊會看還是 只有一個人參與 好人可以好 是看不到還是要再看一次嗎 不用了啦 隨便猜啦 我們沒時間我告訴你 來告訴我幾次 13 14 15 15 15次一聲 15次兩聲 15次 13 14 15 好 我們來公佈一下答案 讓大家看一下 答案是15次 但是你們有沒有看到中間有一隻 黑猩猩 沒有注意到齁 他停很久欸 我沒有騙你喔 再給你們看一次 他停很久喔 倒轉看一次 答案是15次 沒有看到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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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你專注在白衣服 這個就是我們的大腦 接受指令 在座都是 好 然後 你們 有聽過選擇性的注意 有聽過選擇性的注意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選擇性注意的實驗 就是 剛剛你那個15次 前後 三次 都是正常的 你們的 專注力 12到18次 都還在那個 正常的範圍 超過這個範圍的 我們的專注力 就可以跟我研究一下 超過這個範圍 但是原則上 他的重點 一個指令在說 請你們去看白色球衣的時候 我們是很難看到那一隻 這麼大隻 還停在那裡的黑猩猩 為什麼這是大腦的正常的 機制反應 我想 腦科學 你們只要有研究 它是會 被你的注意力擷取 而我現在要說的 這個原理也在這裡 今天我們的那個 你說要念念 念念分明 為什麼需要念念分明 為什麼我們需要看這個內心戲 為什麼我們今天在做這個 這個壓力源不等於壓力感 然後影響我們的是壓力感 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向內看 就是在這裡 其實在影響你的 都是你心裡面在轉 你已經設定了 我要想這些 我要做這些的時候 它的同時 就已經啟動了 你幾乎就不會再想別的了 所以你今天想到 那個一定是這個電腦 就是這個念頭 佔據了你 然後就像我說 我的控制 也會優先跑出來 佔據了我 想要把這件事情擺平 這個就是我們 不知不覺養出來 你說怎麼養 那個我們就不講了啦 你從小長到大 你怎麼被教養的 你一定有養你的過程 還有你遭遇的經驗 為什麼我們說那個 因緣具足在這裡 其實對於一個孩子 一個成熟的自然人來說 這個就是研究 成熟的自然來說 30% 30%是基因 30%是教養 家庭 另外40%是他的 整個後天的環境經驗 環境經驗 所以其實這些都在累積 你今天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你選擇這個 不是選擇那個 都是這個 所以我們要回來看的是 我們是 怎麼做這個選擇的 好 要怎麼辦 這個 這個大家有 這我就不問你了 你一定不知道 你一定不知道 1號什麼 對 1號鐵熊說 要追那輛藍車 要追那輛藍車 對嗎 2號大明說 笨蛋那是紫色 3號 3號珍珍說 黃色的唷 他的教練說 你們通通給我拿下面罩 好 理解嗎 老師 畫你最好的朋友 畫好 我就被叫去罰讚了 這個就跟你們剛剛在做的事一樣 老師說 數白衣服的 我們家幼稚園的那個老大說 老師叫他 爆樹 去爆 爆了一棵樹 對 這就是 非常直觀的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這個 你們 在看你的孩子 在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因為你看不到他的 你要怎麼去 去判斷那個內心系 從做的開始 從你看 觀察做的 這件事情開始 他的行為 就大家很急啦 就孩子在頂撞你的時候 孩子在 舉個什麼例子呢 沒有要你誰洗乾 我要我要 我要說 做的 你的 就是你的行為 開始觀察起 你有時候就要把自己想成 你只是牆壁上的時鐘 或是 牆壁上的一隻壁虎 你 你會觀察到什麼 有時候我就是會帶我們的個案 看他的典型的一天 他就是怎麼樣在生活 老實說真的不是如大家想的 他 他 他全部的都 對 他不是真的只有在玩遊戲 或者他在玩遊戲的時候 也不是真的只有在玩某一個遊戲 他還有在做別的 在用電腦在做別的事 然後但是我們很 太習慣用我們 主觀的那個先出去 那主觀又來自於我們 剛剛講的那一堆習性 在累積 所以 是 像開公車一樣 像開公車一樣 你們 開始如果有辦法觀察我 我再舉一個例子 你 你會得到 等一下再講公車 就是我不是說我們有一個那個 我的老二是比較靠雅 這款嗎 他的特色就是 敏感 固著 固著 你知道 就是 逛賣 一定賣 絕對賣 沒有別的空間 的那種 他那個 他無法違反他內心的規則 所以 譬如說 他本來 我答應他要買的東西 賣場 沒有 我就知道了 那 他本來要去動物園 要看那個 某一個 黑猩猩 好 假如剛好動物園那個鐵皮圍起來 他正在那個 他就會站在那裡 走不了了 違反他內在的那個 那是要調整 我們從小真的慢慢 擴充他的彈性 那 好 算了 說 無法接受不如他預期的事 他未必有什麼完美主義還是什麼 但是他就是 他原來有一個想好的東西 所以今天他只要 願意接受那個規則的時候 他非常自律 他回家 我從來不用管他寫功課什麼 他就是會自己完成這些 好 但我要說 這是 這也是一段 發生在他小學的時候的故事 我講了也都經過他們同意 我都寫書了啦 他們還抽成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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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小學 他怎樣呢 就是有一天 他前一天晚上跟我說 媽媽明天早上起床吃 火腿蛋吐司 好不好 好好的說我當然說 好啊 火腿蛋吐司那有什麼問題呢 那個 那個 隔天早上 我們起來 一開冰箱 沒有火腿 你知道前面鋪來的是冷 後面也在 冷 那個會冒冷汗的 因為我被他訓練過 我知道他的那個 你知道 我就說他打小是 倒在頭腳痠的那種 那我一感覺到他又要 違反他的規則的時候 我就怕了 然後你知道我的內在的習性 什麼東西 就跑出來了 這要解 焦慮 這又要吵起來 這要控制 這怎麼辦 要怎麼解決 我有那個解決問題的 那個壓力能力 不好意思我也蠻強的 我就開始 想一二三四五六方案 好要怎麼辦 果然來了 媽媽 你答應我要吃火腿蛋吐司喔 沒有火腿耶 我們熱狗好不好 保持愉快的心情 我們來吃熱狗 我們有熱狗 我幫他弄你肉熱狗 媽媽你答應我要吃火腿蛋吐司 然後 沒有 那不然我們巷口買好不好 那個巷口 媽媽 你答應我要吃火腿 吐司 然後你知道 從那時候開始 其實我已經那個時候大了 我其實腦子已經沒有像那麼容易 已經 預線直拉大 沒有那麼容易爆跳了 但是 那個時候 你知道他 背後靈一樣 我去換衣服 我整個都弄好早餐 其他三個都吃了 那個熱狗 蛋吐司 他們都在吃 但是他沒有 他就是一直跟在我後面 又 又堅定 媽媽 你答應我要吃火腿蛋吐司 媽媽 你答應我要吃火腿蛋吐司 媽媽 你答應我要吃火腿蛋吐司 阿你 一直到我 走到那個 席 沒有 對齁 我怎麼沒想到 我乾脆走出去 哈哈 不好意思 沒有那個方案 哈哈 就是這樣 大家都這樣吃完 他就是一直跟在我後面 就是一直在重複這句話 但是你已經 要上班 要什麼 你就很 很急了 你就說 你最後就說 這很不負責任的話 全天下爸爸都會說的是 我你不要吃 哈哈哈哈 你不要吃 不要吃 啊 我跟你講 剛剛說 媽媽被拒絕很痛苦 他這個時候 他也很痛苦 已經久違了 但要頭腳痠 就再次出現 但是他們 我們都有練過 他現在躺的地方 會躺那個比較柔軟一點的地方 躺在那個地墊上 那種廁所門口 會有地墊 那邊就躺在那裡 媽媽你答應 我要出貨店的吐司 媽媽你答應 他就越來越大聲 他本來還很溫柔 那時候就越來越大聲了 我就在廚房洗碗 他就是要喊給我聽 這個就是我們要來跟大家說 怎麼辦的時候了 就是 你會有各式各樣 剛剛我在講那個聲音 各式各樣的方案 聲音 聲音都會出來 然後 你也會有 那個壓力感有沒有 阿扎 然後今天老闆要我幹嘛 還要跟你這樣耗多久 一開始 不止阿扎 煩惱起來 召集起來 這些都是 你內在要飄過的 各式各樣的聲音 有沒有這種時候 你就像開一個公車一樣 那可以阿 你現在是公車司機 你的乘客 今天跟你說開快一點 開慢一點 這個跟你說 我的車你趕快開門 讓我下車 就是說 夠了我要吐了 我直接吐了 就直接在你車上吐 那這個 各式各樣的乘客 你現在心裡的聲音 就像這些乘客一樣 在干擾你開車 那你要怎麼開 一個回頭 我本來slide1就是說 今天一個小孩 那不用不用不用再問了 沒時間 那個 我們本來在想說 那個一個小孩 他一直 哭鬧 躺在那裡哭鬧 然後 抵死不站起來 從白天一直浩浩浩浩浩到晚上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你會有 按照習性的話 你就是 修理他 還是那個 沒有現在其實已經很少 真的在修理 或者我從來問 都沒有人在跟我回答說要修理他 做不做我不知道 都沒有人這麼說 然後不然就是說 陪他 等一下 躺一下 一起啊 跟他玩啊 然後或者前面有個冰淇淋 在等他 這種 各式各樣的答案 都ok 但是我要說的是 是這些答案 這些選項 就像我在選擇 像口買啊 還是什麼 熱狗啊 然後開心啊 是到底是來自於我的焦慮 還是來自於我對這個孩子的理解跟評估 大部分是焦慮 跟你的習性 影響你的選擇就是你的焦慮 你的習性 就這兩件事 你今天的那些A B C D E的方案 都是來自這兩個 那怎麼樣叫做來自你對孩子的理解 評估 我們希望我們要走的方向 就像你這個公車司機一樣 你今天知道 那個價值方向在哪裡的時候 你會比較知道要 要怎麼 就是車上有各式各樣的聲音的時候 公車怎麼辦 他就是要開到台北車站 他會有一個路線 他會照他的路線 往前開 那這些聲音 你可以 可以 有各種 等一下 我來跟大家說 你要怎麼處理這個聲音 我們有發展出一個口訣 叫S P A C E 好 Space 是空間的意思 好 就心裡的空間 這裡面只是我書上的一段話 我在說的是說 心理室的訓練教會 我要放鬆的關鍵在 我可不可以停下來 我可不可以停一停 能不能夠有知覺的過日子 有知有覺 練習篩選做對的事 而不是糾結一定要把事情做到多好 好這個 我要講的是 你要先有知有覺 你才有可能跟小孩有上 好 那我們要第一關在 要有知有覺 這件事情就是這幾個 停下來 視為部分 接納 好奇 賦能 S Stop 停下來 就是接觸當下 我覺得 這個不是我們的心理治療的主流 但是現在逐漸被 開展了 好 因為 開始 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正念 你們聽過正念吧 好 我想 在這裡禪修 至少都聽過吧 好 那個就是一個在訓練我們 怎麼樣可以 看 就回到當下 先停下來 你一定 就用剛剛那個例子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躺在 有點髒髒的地墊上 媽媽你答應我 要吃火腿蛋吐司 已經越喊越大聲了 然後我在洗碗 然後我就是洗杯子 那個洗的過程 就是 還好 時間就是我們正在訓練正念 的這個過程 我只是滿心在想 我怎麼去 好好洗這個杯子 就是 就是在感覺那個水 怎麼 流過我的手 如果正念可以簡單的話 殘修就問法師 那個 我們說的正念就是 你就是盡量回到 當下 回到五感 因為那個念是金心 今天的金 下面一個心 就是一個當下的概念 回到你的五感 眼耳鼻舌聲 先不要管意 先不要管意 因為你先管意 你就 還修為不夠的時候 就是先被帶跑 好 我們就是先回 那只是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叫什麼 小技巧而已 只是讓我回到當下 就像我們說 注意呼吸 也是一個回到當下 有一個抓取的東西一樣 那 像我說那個洗碗 你就是 感覺那個 觸 水流 在 怎麼流過我的手 就像你們洗澡 有好好洗澡嗎 洗澡的時候在想 我待會要煮什麼 還是 明天要做什麼 不是在 人不是在過去 就是在未來 你的腦袋 好 但是它只是一個 為什麼它是第一個步驟 有這個步驟 才會有下一個步驟 得先停下來 那我今天能夠 好好的在洗那個 洗那個杯子的時候 我跟你說 你 剛剛記得那個 黑猩猩嗎 你的注意力會自然的 後退了 你不會一直 這麼厲害了 不會一直注意那個 媽媽 你答應我要吃火腿蛋吐司 這樣可以分辨 原理就這麼簡單 注意 停下來 你只要停下來 在你原來的東西 然後回到那個當下 就好 當然有 我們還有更後面就是 如果你可以 要到意的話 譬如說有時候 我也會去 這是現在 那個故事 待會再繼續 我說 有時候我會想 是我哪一個部分 等一下那個部分 再跟大家講 這個以前一定有聽過一句話 逃避雖然可恥 但很有用 好 那個 那個 我不是把它想成那是逃避 而是我們其實 要停下來 的習性 那個 有效的 最快有效的動作 好我不是說 你今天就 不要去處理 這個衝突 也不是這個意思喔 而是 你今天停下來 我覺得 渣暗黏三階 什麼 不是 不管對學生喔 我對學生 對我的小孩 我都覺得很有用 學生只要嗆我 我們個案很會嗆 那個 他不是針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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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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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在做什麼 他自己在做什麼 他是真的 不是針對你 即使他指著你的鼻子 罵你 你都要有一個信心 他在針對 對你的想像 他把你想成 那樣 所以他這麼生氣 記得他也有他的壓力感 這都是 我們都是一樣的 然後 剛剛講的部分 就在 我們都只看 我們都只看到其中 一個部分而已 我們是被那個部分 想到 就譬如說 那個公車 他叫我停下來 那譬如說 我如果一直注意 我兒子在喊 媽媽你答應我 那我就會回來 問我自己 我又是我的哪個部分 又是我的哪一個部分 在握索 是那個 我應該要當一個好媽媽 或者是那個 雅思的狀態 我在 我對雅思的害怕 在握索 一定也只是我的一個部分 這個時間是告訴我 40分 很好 很重要 很重要 好 當你只要有一個 他只是一個部分的時候 你就會後退了啦 第一步停下來 回到你的五感 第二步 你把它當成那只是一個部分 就像那個傳球 只是一個部分 黑猩猩 只是一個部分 這個你 你答應我要吃火腿蛋吐司 是一個部分 我想要控制我自己 當一個好媽媽的 那個壓力也只是一個部分 這樣可以嗎 他就不是全部喔 我就比較不容易被綁架 被綁架 我們就下一個問題 當然是個部分 我們就比較可以想 如果不是這樣 我還可以怎麼樣 這個問題 心裡面 可是我告訴你 那時候在那個 你答應我要吃火腿蛋吐司的時候 好 我們做到 好好正念的洗碗了 好 然後我們也是在想 也停下來了 那個 你知道 部分是怎樣 因為我剛好 就注意到我們窗外 剛好我洗碗的窗外 就有一隻貓 我們那個是 比較高 比別凍的高 他的頂樓在我們 他就從這個 這一棟樓 咻 的跳到那一棟樓 然後你知道我的注意力 整個被貓 拉過去 這個時候他 其實我兒子 是依然大聲在喊的 可是我的注意力 沒有在他上面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那麼 我還可以注意到貓 注意到這個世界 然後我再回頭來看 你知道我還會 我那三個小孩在幹嘛 拿著這個狗丟來丟去 我的先生在幹嘛 到處找襪子 一直在問 襪子在哪裡 你們把他丟到哪裡去了 然後我再回來看我兒子 那個躺在地上 他就是一個 怎麼說呢 人間真相 就是一個生活的 常態 他有沒有在那麼大 沒有了 他就變成只是 一個部分而已 我現在說 你的心境會不會跟著調整 會 就沒有那麼的 握握了 也沒有那麼一定覺得 非要他怎麼樣了 那這時候可以怎麼辦 第三個 接納 孩子不需要你完美 但是他會需要你承認 你不完美 你知道我那時候 這句話是 就是因為他 所以才領 我那個時候才在想 喔 我安靜下來的時候 我才聽得到他的話裡面 媽媽 你答應我 要吃火腿蛋吐司 他不是 我一直在處理的是 那個火腿蛋吐司 那是我的控制的習性 可是他在意的點是 你答應我 人家啊 他就是卡在那個 你答應我 的這件事情上 當我們可以這樣的時候 你不阿長的時候 你就 欸真的很神奇 你就聽懂了 啊這個也是啊 以後你們就 不管那個問題 問題 假如你心裡面飄過一個問題 的話 你其實要拆一下 拆一下這一段 拆一下 你就會知道的時候 不是你想的那樣 你知道這個你答應我的時候 你就整個都接受了 你可以捧起他的臉 好好的跟他道歉 媽媽 知道 媽媽答應你 沒做到 對不起 好 你知道當你講完這個 他就不會愛了 秒停 對不起 那 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還會給他選擇啊 那你現在是想要吃那個 還是你想要不要吃也可以 這個時候他覺得你說不要吃也 只是個選項 對他來說不是拒絕 但是你他會感覺到你就接納 他了 我也真的接納 他了 你那個打從心裡可以說得出來的話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這個就像什麼 這個就像 我們假如 你們有白紙嗎 隨便什麼紙 沒有紙 好這個就給我就好了 隨便 這個就好 這只是拿來 你看喔當今天 如果我今天一直被他的那個 火腿蛋吐司儀 然後或者說你們任何的問題 還是網路沈迷 或者說我今天的問題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拒絕 隨便拿 你如果一直被這個問題 卡著 你就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 你還看得到我嗎 看不到 你來跟我推推看 推 把他推我的手 對 就我們最常有的習性是 我們是想要把他 擺脫掉 是推掉 當你用力 你差不多一整天 當你在煩惱一件事的時候 就是當 像現在這個畫面 你就是一直在跟我使力 當你煩惱到整天的時候 你還有力氣去做其他 你想做的事嗎 就沒力氣了 我們現在說的是這個 那這個怎麼辦 這問題 我們不是要面對他 處理他嗎 這怎麼辦 沒有叫你丟掉他 你有你明確的價值方向 你就帶著這個問題前進 他有他的時機 處理他有他的時機 絕對不是在 陷在你的那個環肉裡面 記得我們剛剛說的 習性跟焦慮 你陷在習性跟焦慮裡面的時候 是處理不了這個問題的 那這個時候 夾著 往前走 不要完全擋住你的視野 就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或放腿上 好 再來咧 C就是 所謂的好奇 我常常說 當你可以做到前三步驟的時候 你接下來就會知道 這個孩子還是有很多 很特別你要發現的地方 你會帶著好奇的眼光看他 如果實在是看不懂 他一定是個藝術品 那個畢卡索的話 對 畢卡索的話 我沒看懂過 越難看懂的 就越深奧 好 好 第五個 叫 EMPOWER EMPOWER 叫富能富全 就我們剛剛說 你還是回到那個價值方向 你一定有希望這個孩子朝向哪裡 公車 你就還是要在這個路線往前開 怎麼開 就是看見 我看見了你 譬如我們對那個老二 我看見你 媽媽在跟你道歉之後 你就安定了 嘿 那 你越來越能調適你自己了 你越來越少躺在地上了 好 你會給他 一些肯定 朝向那個價值 好 你希望他有彈性一點 我就說你越來越 心情越來越容易放鬆了 好 這個就是富能 富能就是說賦予他 就你告訴他 他做到了什麼 好不好 好 好 規則與安全兼具 就不要怕吵架啦 吵架是我們很好的一個教練場 尤其是家人之間的吵架 但是只要能修復 就好 好不好 好 這也沒時間看 因為 所以 要看一看 好 看一下 好了 最後了最後了 今天會議會很重要 還要工作 請教你 明日至少要不要 要不要 但是 今天要病院終身 所以 明日在病院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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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好 烈熱 今天會很熱 要不要 要不要 大丈夫 太婉太太 遠いから悪いしな でも明日は絶対休めないし 幼児保育予約できるといいんだけど そうしたらお弁当作らなきゃか ってことは 今日もまた寝れないな 好嗎 媽媽,你沒事嗎 你一定會愛你 你看那小子 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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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愛你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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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丈夫 大丈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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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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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丈夫 好 記得這個好不好 孩子還是會有一些跟你交互影響的過程 然後重點是我們真的要回來聽你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然後聽了又不被自己的聲音綁架 這些都會過去 它就像是天空裡面的雲 雲會飄過的 好 然後 我還是會覺得你的平靜 我的雙胞胎給我的主肩的比較 就是 也只有我們可以做主肩比較 就是 那個第一對是主內比較 到第二對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主肩的比較 我就會發現 我養第二對的時候比較不焦慮 我的不焦慮的確會影響我的孩子 他們在一個不焦慮的媽媽的狀態下長大 好 那個 就是 很 很自在情緒很 相對穩定很多 好 好 我 都會講 你知道 你有看過廟口在拔補的虛跟拔虛嗎 那台上金鐘閃閃蜜 穿著 台下有人嗎 沒有 沒有 一隻狗一隻鳥 鳥還在睡 還是拔給誰看 對 拔給身體看 這個 不管你 那個佛也好 還是 就是你心裡面有一個 你的內在的價值 你的教養的價值 就是 帶著這個價值往前走 就會 讓你安定很多 保持 記得我們剛剛說 習性 焦慮 我們不從習性跟焦慮出發 而是從什麼 從你的內在的安定 跟你對孩子的理解出發 好 這樣就比較 相信大家 下輩子會更好 好啦 謝謝大家 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 我們今天的講師 那今天 不曉得 這個 菩薩們有沒有 什麼問題 接下來是我們的QA時間 那現場 線上視訊點 如果有提問的話 麻煩舉個手 線上菩薩請按幾首圖示 是 城中分會 喔不是 現場的菩薩有嗎 現場沒有 這邊有 好那線上菩薩 我們 看一下 嘿 菩薩們 你們麥克風可以打開了 老師不好意思 感謝老師今天的課程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 比方說小朋友 他就是 舉個例子 好了 就是 因為現在我小朋友是小學 小二生小三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 很多新聞就是說 在馬路上走路 就是 不注意 很多案例 新聞案例就會 因為車子 導致車禍死亡 我小朋友就是走路那種 在外面就是蹦蹦跳跳 蹦蹦跳跳 那這種情況 很危險 我是 一開始都好好講 好好講 結果 他就 不聽不聽不聽 那最後我就 火了 我就說 因為真的遇到危險 車子就過來 然後他也自己也嚇到 那我就大聲 我就大聲跟他講 我說 你看 這樣真的很危險 如果吃掉怎麼辦 人生難得 你這樣子 要再來一次 非常困難 你自己要注意 你自己的身體安全 對 這樣子 可是 你知道那種 撐心又出來了 所以 我想請教老師 有時候遇到這種 危急的狀況 你又不得 不 給他一點威嚇 這種 我們要怎麼用去處理它 然後第二點是 第二個問題是說 沒有 因為我跟你的那個隊友很像 就是 類似型的隊友 對 我說我在家裡之後 不管事了 我說叫你媽媽處理 那這種 這種比如說 因為我就是 我就放任了 我不是放任 我是 我希望小孩可以自己去 自己好好思考 自己的未來 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我不希望每件事情去盯著它 去處理它 但我不累死 我 我會 我會瘋掉的 所以 所以我希望說 他可以好好做 所以我會 擺出 舒服的 豬隊友姿態 在家裡 面對一切 那我想說 問老師說 我在家裡 應該 是哪一種方式 會比較好 比較 可以健全家庭的 就是哪一種隊友 要當哪一種隊友 會比較好 對 以上兩個問題 謝謝老師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就回答 好 那個 隊友有沒有想要發表一下 您這位隊友 有沒有同感 那個 你等一下想到 隨時可以 我再給你補充 那個 我要先說 第一個問題 這個關於稱心的部分 應該請那個 法師回答 會比較 會比較好 我 我等一下補充 有想要說什麼 對我來說 你說那個 蹦蹦跳跳 還是 還是 那個 就是我 我剛剛要講 這個是我們所有父母 都會有的 很危險 對 對危險 很危險 好 那記得我們剛剛說 我 我現在講的答案 都 相對簡單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這都是要修 修煉的 相對簡單 我們都知道 我不要從我的習性 跟焦慮出發 這樣就好 我在喊這句話的時候 不是因為 因為你知道 如果我是一個 因為這個爸爸 聽起來很開放 很 很 很 就也很幽默 可是你知道 如果不是個幽默的爸爸 他 如果這樣 壞起來的時候 不是這樣 而已 沒被車撞到 但是被爸爸摔到 都有 我要說的是 就是 你不要把它想的太嚴重 這樣講 我覺得 我今天不是來讓大家 又回去又更多壓力 好像我做不好 而是我要說 教養這件事情 沒有 一個適用於 所有人的 規則 那都是大家 各自 細細揣摩 在你的關係裡面 去揣摩出來 你們可以 相互適應 一起成長 只要朝向那個方向就好 所以你問我說 起稱心怎麼辦 那我就跟你說 阿彌陀佛 你做的真好 你可以觀察到自己的稱心 那個 這不容易 這不容易 就像說 我們今天 為什麼說回來修煉 就是我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像太陽 但是我沒有辦法 確保我的四個孩子 從我這一個太陽裡面 一個感覺很熱 一個感覺 很曬 一個感覺很暖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 他的感覺 是什麼 所以 沒關係啊 我覺得我起了稱心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 那就是好事 然後 你說要不要 去稱那個要 請法師說 但是對我來說 那我覺得 已經要自己學了 好 就是已經可以跟你學習 那 那個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喔 隊友 家庭安康 那個 一個放鬆的隊友 人生是這樣 就是 一個孩子的成長 他 家庭是 各個成員 都是他在練習 適應的對象 所以 所以 你 像 我的 隊友 他就是跟 這位爸爸一樣 是非常放鬆的 我覺得他是豬隊友 可是 哎呀天知道 他自己覺得他很神啊 對不對 然後 我就要修我自己啊 我也要感覺得到他的神 就是他的放鬆 對於孩子來說 是有好處的 但是 那就是我們夫妻之間的事了 不要把 不要把 那個 我唯一 只有一個 提醒 就是 不要把孩子的問題 當成夫妻之間 情感的 那個 戰場 如果是我夫妻之間的狀況 那就夫妻之間解決 好 不要讓孩子去 因為孩子 因為這樣 所以你教不好 因為那樣 所以你教不好 我講最後一個結論 我只擋時間擋 我覺得 我講最後一個 看起來你們也沒有時間問問題了 因為我很愛講話 那個 我要告訴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 我 這不管 這是對個案啊 當心理師的心法 這是心理師 所有的個案 再難的個案 都是這樣 我 從來不覺得 今天我眼前的這個人 他的頓悟 是 一定來自於我 我憑什麼認為 他的頓悟是來自於我 老師那這樣子 我還要處理他嗎 他的頓悟 來自他的經驗 他經驗到什麼 他才會有他的頓悟 我充其量 就是那一個 盡量提供好的經驗 可以成長的經驗 這樣就好 當我有卸下那個 我的自戀 當媽媽的自戀 或者當心理師的自戀的時候 我就比較容易跟孩子連結 我比較能夠有餘育 可以提供得了 那個放鬆的經驗 讓孩子可以在裡面 體會 就我就 我的嘴巴就譬如說 我拉小孩回來的時候 我就不會講一串 我就會說 你要給我怕死 就是 那只是一個 我的經驗 提供給他而已 這樣子 你們 可以嗎 放掉我們的自戀 回頭向內看 好不好 時間到 你們還有結業式啦 所以我要怎麼樣 還要給大家問嗎 你們 還可以五分鐘 好 來 老師請問 請問一下那個雅 像那種比較特殊的小孩子 像 類雅式的小孩子 她 她要去上什麼 課程了嗎 因為她比較 像我女兒比較有情緒的問題 你們開的課啦 就是 我 好啦 所謂的專業回答 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 我們有很多專業領域的課程 還是有專門針對這種 人際的 人 因為雅思 她的那個內在規則 最影響她的是 她的人際 人際關係 好 因為她自己的內在規則 她說她自己的世界 其實還可以 是 在相處的時候 比較辛苦 所以如果有一些 對兒童的那種 人際小團體 尤其是特教領域非常多 好社交 你們一定有聽過 社交訓練 這個 社交訓練的團體 對於雅思的孩子來說 蠻適用的 因為她就是 會跟她解釋的很清楚 為什麼這個時候 我們要說 請謝謝 對不起 你知道好好對待 那我遇過雅思的個案 她 她其實只要 有她的規則 被 被摸通了 她就可以了 譬如說她就是來了 完全都在跟我講她的 動漫 她可以跟我講50分鐘 我錢超好賺 你知道嗎 她講完了 我就是 拿錢 不是 那話不能這樣 對不對 我就會跟她說 這位 這位 這位動漫專家 我跟你學 我可以跟你學 啊 畢竟 你也讓我講兩句 我們可不可以討論一下 有知有覺 然後就會有傷有良 就是跟孩子不斷的 父母之父母也要跟小孩不斷的練 你今天能夠再不阿扎 然後很清楚的狀態 跟雅思的孩子有傷有良 他們要這個 跟她商量 商量到一個合理的規則的時候 她就自動 自動跑了 啊社交訓練這件事情就是 一定有很多醫院也會有開 學校 特別是學校 學校的特教資源可以善用 特教的課程 一對一的 或者是小團體的都好 好 好不好 就違反她內在的規則 對 對 對 如果像這樣 類雅思的父母啊 有沒有什麼 在跟她相處的時候 有特別要注意 因為這個 妳剛剛講的那些 都有 都有齁 都有齁 她只是 因為一個蘿蔔糕 買回來 沒有擺好 沒有像那個剛出來 她就整個崩潰在地上滾 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接受 對 就是 只是那個角度不對 她就 角度不對 對 那個整個心路 那個很累 她也是一個很辛苦的孩子啦 因為這些孩子都非常辛苦 因為她違反 因為太多違反她規則的事了 那你們一定 碰苦 哈哈哈哈 因為 因為其實 周圍的人都覺得說 你怎麼不打下去 她真的就是乖 你就是沒有交 然後那個 那個 我覺得我有時候 困擾的點是 我周圍 對我的壓力 我知道 我知道 除了自己心裡要建設 然後再來就是 周圍 對 你知道這種 腹背受敵 的感覺 我很有同感 但是這 如果要說到底 齁 馬賽 飛不離 捏 哇 哇 一直一直有人跟我說 時間到 哇 我跟妳說 這樣好不好 售後服務 那個 那個 我們好像有一頁 那個 反正你們看到 那個 我有一個心理師媽媽內心戲 那個就是 我們亞 我的 我跟我那個亞 你進去看你就會 知道 大量吵架 大量痛苦的過程 或者我那本書也有寫啦 有有有 大量痛苦的過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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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他我才寫書的 就是我要讀懂我到底 飄過哪些聲音 就是我 我覺得真的 你的 你的腹背受敵 我常常跟我所有的個案的 父母們講說 今天你們 沒把自己逼死 沒把自己弄瘋 齁 你們已經是 好的 已經做到最大的努力了 你們還好好的願意 願意拉拔著他 沒有放棄 這已經是做了最好 然後 第一這是一個 要肯定自己 第二件事情 不要單兵作戰 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然後 第三件事情 所謂不要單兵作戰 你們像有隊友這樣 你一起來聽人生福報 人間福報 對 那個 然後你們還有學校 要找學校 找 老師 輔導老師 特教老師 合作 就是一起 一起 那個 點才會 變成面 影響 記得我剛剛說的 3 40% 他的環境 也正在影響他 怎麼樣讓他緩和 增加彈性 只要你們有一致的方向 這個才會快速有效 第三個 這是第幾個 好 隨便 反正就是第四個就是 我忘記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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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樣有點怪 因為他 在學要表現 都很非常好 所以你沒有辦法 整個 所以 在學要表現非常好 對我們家小孩也是這樣 沒關係啊 你要找支持 要找支持 喔對阿 我知道第4個了 要說什麼 就是要說這些事 要說給懂得的人聽 這個很關鍵 要找對的人 要找懂得的人聽 你如果跟隔壁的 王媽媽或跟 那個嬸嬸講 他們 都是你的問題 但是你要找 我說的 你去找輔導老師 我找特教老師 所以雖然他們可能 覺得在學校看起來還好 但是他會懂 那是瞎子摸像 就是他看到的是這一部分 你看到 是他在家裡的那一部分 這樣 其他的我們就 收後服務 再談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洪講師 今天精彩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其實 已經上了一個 親子內心系的一個訓練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老師說的那個五個字的英文 Space 留點空間 當你想到的時候你就要先停下 然後那個指示部分 去接納 然後要把自己產生好奇心 看遠方 然後你就會知道要承諾一些行動 這就是連結我們新 法骨山的心靈環保 就是之前的SRE Stop Relax Enjoy 有 對 大家知道 真的要先同理告訴自己 停一停 身心要常放鬆 練習向內看 真的像老師說的做對的事 孩子不需要你完美 但需要你承認 承認不完美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護法總會一共辦了四場 課程的講座 感謝以上四位講師精彩的授課 為大家開了許多不同的一扇窗 讓我們好好運用方法耕耘心田 照顧好家中的小幼苗 真的好好愛家人 可以常回來別院找法師分享喜怒哀樂 好 護法總會是非要溫柔 理解親子互動的內心講題 第四場最後一場講座 視訊連滿到此圓滿 那接下來有一些課後的填寫回饋 請菩薩們拿起手機 掃一下QR Code